那两年幸亏是有了这些媒体 不然很多人 很多人的生活 可能就要面临一个垮的方向 我叫林娜 现在是浙江金坤艺术中心的 一名当马蛋舞蛋演员 我眼上出去看我手机爆掉了 这么多的赞物 他们经常玩抖音过 是没玩过 玩抖音的人就跟我讲 他安静已经火了 我叫吴海峰 我是一个七零后 生活离不开心 疫情下线下的活动 一切都停了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 把我们以前的资料 是不是做一个抖音 后来慢慢发展 五六百人 一千多人看 有一个视频 抖音三点九万的点几率 我太高兴了 这个太有魅力了 过年的大年初一开的账号 那个叫呛东东呛呛 就是一个流行加西呛 我本来还挺有期待的 一个月涨了我大概一点几万分 然后第二个月就三万多的分 走音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那会儿就是拍一根传统文化的 它就很容易被给予流量 所以媒体给了一些人 提供了一些保障 创作一个东西新的事物 肯定是双面性的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那我要做的就是 第一个我起码让大家知道 有这么个东西在 第二个我们在唱戏 第三个就是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睛 联网那个网络那个语言 就直接就说哪活动 我能来吗 我想参加 我把他们称之为叫网络戏迷 不是说我给你看什么 你看什么 而是他是想要什么 我去搜什么 这个很良心 我很喜欢这样 这样就公平了 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 大有人在